在家里炒油砸花生米的时候 切记一定不能先放点 怎么样炒的花生米又酥又脆 放个半年都不会回软吧 我今天教你一招 这样做的花生米又香又脆 不会反炒 我们准备500克一斤的花生米 放进托盘中 然后把花生米掉皮 还有发霉烂掉的都给它挑选出来 不然炒出来的花生米就会苦不好吃 尤其是这样的一定要给它挑出来 然后再把花生米给它倒进大盆的里面 然后盆中加入一勺过期的面粉 再用手快速地抓拌均匀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用它和花生米一起清洗 就能够把花生米里面的灰尘和状东西 都给它清洗出来 抓匀以后 然后再加入多点的清水 把花生米表面的面粉给它抓洗干净 这样花生米里面的灰尘和面粉 一同就清洗干净了 然后给它多换及时清水 一直把花生米给它洗至水弯前变清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来 捞出来的花生米倒进锅中 锅中这个时候切记什么都不要放 然后我们再开最小火快速地翻抖均匀 因为花生米我们是清洗过的 表面有很多的水分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放入食用油一起来煸炒 那样炒的花生米里面的水分很难炒干 那样炒出来的花生米放不了多久 就会反炒不好吃 所以我们先用最小的火把花生米表面的水分给它炒干 炒成我们视频中这样的 然后再加入食用油 这个食用油切记一定要凉油 然后我们再开最小的火慢慢的来煸炒 把花生米里面的水分给它充分的炒干 把花生米的时候大家切记一定不能放热油 如果热油放入花生米那样表面炒糊了 而冲煎还没有炒干水分 另一样炒的花生米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脆 同样也不会香 炒至花生米琵琶作响 并且颜色加深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再淋入一点点的白醋 不要太多几滴就可以了 淋入白醋 这样炒出来的花生米就会更加的香 接着我们用铲子快速地翻拌均匀 炒至锅中没有声音的时候 再淋入几滴高度白酒 淋入高度白酒 这样能够让花生米里面 盘成的水分快速地蒸发 这样炒的花生米就会特别的酥脆 放得多久它都不会反炒回软 再接着炒 炒至锅中没有声音 像这样的就可以了 炒好的花生米盛出来放进托盘中 这个时候趁热 然后撒入食盐或者是白糖 接着我们用筷子快速地给它斑斑均匀 它每一粒花生米都能够裹上食盐 然后再装进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这样做的花生米 不光颜色特别的好看 而且口感特别的酥脆又特别的香 而且你放了几个月 它都不会回潮和回软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